因為在現實不敢面對 為什麼我不需要 因為我就是敢面對 我最多捱得辛苦一點 我是不會受任何欺負的 你要我像我屌尿女妹 受你的契契氣 屌尿女妹 屌尿尿尿尿尿 我死掉了 我為了順利生意 叫你契哥 沒有理由吧 寧願自己辛苦一點 課真價實 同手無欺 喂 這個世界上是難的 你這樣是性格 令你的路很難走 這麼難走 我有個性格 有我自己的路 絕不言 嗯 嗯 但今天真的 首先我們就要說回 我們現在的台形勢 首先我們現在是感覺到 重重壓迫的 黃標這件事 對很多YouTuber來說 是很大的傷害 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一直都 樹枝太嚴 為什麼呢 我們差不多由去年 就是我們搬出來之後 自己在YouTube做節目之後 就差不多由第一集開始 到現在是雜集都黃標的 OK 也都習慣了在黃標底下 那個收入 嗯 OK 但是大家有留意 好像我們很多網友都跟我說 他說這一段時間推播會變少了 事實上他們的直播 我們不要說最多 現在說這一段時間 一般來說 我們去到七點多鐘的時候 就是萬一、二人、萬二、三人 一般來說 OK 但是呢 今天我們不知道 今天似乎 seems normal everything 除了黃標之外 是的 但是黃標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留意 黃標就緊了 OK 但是究竟 但是究竟 去到 就是那個 尋規數好像昨天上到六、七千就停了 嗯 因為我們 跟高峰差不多兩萬人對比 很多原因 可能是節目做得不好 可能時勢 現在是有些不同的 沒有那麼多刺激性的新聞 再刺激我們都沒有什麼刺激 香港人 是的 除非你說林鄭月娥死了 嗚 又或者說 林鄭的兒子死了 或者 逐間在床 歐騰華 吵咬羅子光 嘩 這個比較棒 是 直接拍照 羅子光再跟那個羅子光含 林鄭就幫羅子光拿屎眼 喂 屎眼就有點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直接是這樣 林鄭、波翁、羅子光 乃屎眼 是 林鄭的兒子 就被邱騰華 屎眼 就被聶德權 你不如這樣 我喜歡林鄭的兒子 被大波華 乃屎眼 沒有任何 OK 然後邱騰華 和大波華 波膠 你說到這些 我想就會有些 還要洩露相片出來 打完 你還要誤影 就好像 范冰冰 黃其身含冷 對那些 我們下個月就會弄出來 不是 是要這樣 是我們扔一些次是而非的出來 嗯 跟著他們還要否認 我們還要譴責 我們就擠牙膏地又扔多一些 跟著 這樣我想就會有些聲勢 跟著要找郭文貴去評一下 好了 好了 但是呢 現在的觀察 我們一直都是看很多報告的 其實呢 都站穩在11000至12000之間 看直播 OK 但是這一陣子 那些原因是不知道的 有些人說是伺服器壞 各樣各樣都好 但是的而且確呢 我們就因此而 令到我們更加想得 要小心一點 是 無可否認呢 即使我們能夠 我們能夠搞得到 是搬回到我們自己的網站上做 OK 但是我們知道那個是困難的 第一 那個價值是很大 因為你要自己用伺服器 嗯 第二 你要有吸引新的聽眾 就更加難了 因為YouTube 人家會走過 或者驅播 或者相關的 例如看完蕭生 相關的 就是相關的 我們都不定的 嗯 這是我們的考慮 但是呢 剛剛我們收到的報告 就是一個report 這樣搞下去呢 就真的會很吃力 雖然我們從Day1開始 我就已經堅持 用商業元素去運作這個studio 嗯 好 這個台 但是呢 畢竟人力有事 即是有限的 OK 即是老實說 賣東西 賺得多少錢呢 嗯 而我最擔心的 就反而 都不是說錢 因為現在暫時 短期內 就沒有 沒有很大的 錢的危機 即是我很坦白跟大家說 嗯 但是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呢 就真是很難說的 搞多幾個月的話 是 OK 所以呢 我懇請大家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現在 我們猜他可能是相反壞 這個是良善願望 但是 你不能夠排除呢 的確YouTube有些政策的改變 又或者他現在沒有政策改變 他有一天終於有政策改變 我們被人捏住 捏住頸 我看到蕭先生呢 就很積極地去開發他的Patreon 我還沒有去了解那件事 我想我們呢 都真的要多些想一下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繼續做我們的節目 因為 現在我關心就不是那個收支 是關心的人數 畢竟我們做這些節目呢 講這些言論呢 雖然說這麼多政治的KOL 其實 都不多 以我們這樣的言論 你頂頭可能有一兩個 那就變了 這個特別是林康正 我相信呢 在他的心態 因為是年輕 就更加希望是那個人數 即是兩人如果要我選擇呢 我都覺得那個view數是重要的 就算我賣東西 也希望多人看到我的節目 多些人跟我賣東西 才能做到生意 那是 現在願意請大家 首先呢 真的 去檢視一下自己的手機 電腦 現在在看的朋友 看的朋友呢 根據我們現在看到 仍然有二分一人 是未贊我們那個youtube 即是未訂閱的 未按鐘仔 訂閱按鐘仔 讚好我們的節目 多些分享 盡量去鳴聽 起碼 人氣先 嗯 OK 或者是分享到Facebook 或者什麼 這個是你可以做到的 幫到我們的 OK 那當然啦 去年已經做了我們會員 一年以來 可能你不是經常聽我們的節目 但都覺得應該有一把這樣的聲音的話 也都是 我呼籲大家 去續會 我最多熬得辛苦些 我是不會受任何氣的 你要我好像我 扭得那麼氣 扭得你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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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得你扭得你扭得 我死了 判斤了 我為了成立 的生意 沒打算 viel 有點猜 稍後呢 因為我們經常都很忙幾個人做事 稍後呢 我們希望電腦可以自己把封信拿出來 否則我們就敗人手 批准人手 或者什麼 我們會通知那些已經到期的朋友 可以續會的 所有人都可以 銀行過數都可以 這是我們生死存亡之秋 不過我也最多辛苦的事 我不會受任何戲 你要我去世 受你那些混蛋的戲 你自己自己又想去台詞 我去世了 我整理生意給你玩 comigo 沒想理由 我開攝影報ちは對的 我就開Patreon 而已會有聽說兩由 但聲音方 appar screen 我自己呢 其實今天看的 Channel 4 我一直在思考我自己 基本上我做了52年人 我是未順利過的 我從來未順利過 總是有一點舒服一點 其實我都不舒服 為什麼呢 例如18時起床 9時回到公司 一直做到晚上12時才回去 就是有些事情來搞你的 是不是我的命是這樣 我相信是 因為從來都是這樣 但是我也相信很多香港人 或者很多人本身就是這樣 因為人生根本就不會這麼坦然 有很多人 哎呀這份工作 譬如五六十年代成長那班人 他們會覺得 這份工作的老闆對我好些 因為我和那些老闆經歷 我就打他一輩子 那時候那些人就更加忠心 但是就是有些事情 就令他打不到老闆一輩子 要逼他發達出來創業 或者逼他含家產 就是一出去不知道什麼事 當然是沒有這麼坦途的 但是 屢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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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香港人 或者作為一個人 就是無論在什麼 有時候都會很猛 譬如YouTube 作為一個 民主自由的國度裡面的一個大機構 如果 就是我現在不肯定 但是我覺得都會 Zoom or later 如果 因為一些利益 而去鉗制言論 而這些言論 老實說 永遠都是這樣的 會有人購入 有人不購入 但是只要是在 言論自由的範疇裡面 其實我對YouTube 是很不滿的 但是現在在人屋簽下 或者我沒有真憑述 證明他 好像黃標這件事 所以你不要說YouTube 你Facebook他也是 Facebook更甚 Facebook更甚 如果你這樣說 Facebook更甚 OK 即 有些冒犯 自由世界 一到他去管 就是出現這樣的事情 老實說 經歷了很多年的網上 爭論 吵架 互相抹黑等等 原來每一件事物極必反 其實你都自然會令到 因為永遠都是真理越辨越明 即使是匿名 即使是抹黑 在Facebook這樣的世界裡面 終於有一天 人是有判斷力的 大家都會知道 屬是屬非 誰是誰非 你又不是 一二三禁了去 又說總作 又說令人不安 或者好像我們這樣 每個節目都未開 你怎麼能夠說我們是黃 原來有三個人 兩個人 或者根據你過往的 我覺得根據你過往的 根據你過往的 不是的 多數都是有人自然 嗯 那被人搞就緊的 所以大家 各位朋友 不如現在看見朋友 麻煩你 點讚回去 即是我們 抖回去 即是對川普 好像邱騰華說 對川普 不是 邱騰華說不能對川普 就是 向虎棍困低頭 要我們說回 就是 各打五十大板 用些字眼用好些 就是我有聽過動文節目 我完全同意 又或者 甚至乎 不用說髒話 改變自己的風格 去遷就 很難的 為了一個雞碎這麼多錢 我屌你了 你真是讓我給你留的 我屌你了 今天我夠錢 我真的 我屌你了 現在夠錢這麼小 兩筆東西都不能夠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每天都說 我每天都記了幾筆東西 我四五天沒有去銀行拿錢 屌你了 我見了四五筆東西 那夠錢就薄了 屌你了 因為我拿完錢 我跟公司還收到一張票 是 銀行就多了錢 但是這塊錢薄了 屌你了 屌你怎麼擺到銀包 我真的不想要 但是 失禮 最多捱得辛苦些 我是不會受任何氣的 你要我好像我屌你了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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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各位 要記住 不要想我們有沒有錢 或者林康正住豪宅 不要想那些東西 嘩 不要想那些東西 你也想豪宅 我當然會拉夠你下水 我是租的 你是買的 大不同 我們有錢是我們的事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 首先要說明 我們又不是 但是 你們看節目 就一定要付錢 就是叫雞你要付錢 沒錯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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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人家唱得好 你聽了兩首歌 你還給了20元 這樣就是道理 屌你了 屌門公園那些 也要得到百多八百 別說 最多捱得辛苦些 我是不會受任何器 你要我 屌你了 屌你了 是被人推得起 屌你了 下過了 我死了 我為了一隻生意契哥沒想理由 我為了一隻生意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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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如果呢 各位如果將來不用買東西 如果真的要買東西 就真的不要再買那麼多汽水可樂 因為我們上次講完之後 買一些可樂感到現在 買一些不一定要是紙包 武器的健康一點 即是菊花茶的 你真的好一點 為什麼呢 我每天都說 我每天都記著幾件事 我四五天沒有去銀行拿錢 如果你想了幾件事 那錢就全薄了 因為我拿完錢 我和公司還付出票 銀行就多了錢 但是這錢全薄了 如果你想了放到銀包 我真的不想了 但是失禮 我最多捱得辛苦些 我是不會受任何氣的 你要我好像 我丟得那麼氣 受你把契契契 你丟得那些 我丟得那些 我死了就去啦 我為了一隻生意契哥 沒有想理由啊 不 不 遲天我整個廚房 我會裝一部水機 好多謝 Yook Chan 有兩鬥五 大家繼續去 超級留言 超級留言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們有警 支持一下我們 當然也好 如果你們沒有警 還要死 那更加要支持我們 一個人死 就是你死 總好過一起死 對不對 好了 最多捱得辛苦些 我是不會受任何氣的 你要我好像 我丟得那麼氣 受你把契契契契 你丟得那些 領得那些 我死了就去啦 我為了一隻生意契哥 沒有想理由啊 哇 我們趁著今天 似乎回復正常 一萬一千人的時候 我再在這裏懇請大家 似乎呢 因為有分推播 你們就懂得進來 其實你們不用等推播的 每一日到時到後 六點鐘左右 六點多鐘 你就直接去Youtube 找啤梨頻道 嗯 進去 那你就看到直播的like 那裡你就進去看 是啊 我們每天都有節目 做的一至五 風雨不改 最多是不同的主持 就不會沒有節目做的 好不好 因為在現實不敢面對嘛 為什麼我不用啊 因為我就敢面對 我最多捱得辛苦些 我是不會受任何氣的 你要我好像 我丟得那麼氣 受你的契契氣 丟得你 我死了就去啦 我為了順利生意契哥 沒有想理由啊 好吧 寧願自己辛苦些 課真價實 同手無欺 喂 這個世界上是難的 你這樣的性格 令你的路很難走 有沒有難走 我的性格 有我自己的路 至於不然 嗯 我最多捱得辛苦些 我是不會受任何氣的 你要我好像 我丟得那麼氣 受你的契契氣 丟得你 丟得你 我死了就去啦 我為了順利生意契哥 沒有想理由啊 你叫我死了